提到一切法空 可能有人就会产生很多的疑惑 有人就问 如果一切法既然都是空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分别一切法有种种的名字呢 既然全部都是空的话 那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分别这个叫色法 那个叫心法呢 打曰 凡夫人于空法中 无名颠倒取向 执着 其实空法如前面所说 它其实因缘生没有固定的向 只是这样而已 可是凡夫人不了解诸法是空向 有无名颠倒 又产生贪爱等烦恼 又无名又有贪爱 因为烦恼的缘故 造种种的业 造种种的业 善业就往生善道 造恶业就入二道 入种种种道 那就受种种种生 受种种生 那就受种种苦乐 就好像如禅出师 作俭之福 他是自己吐师 自己绑自己 那人为了要这个禅师 就把他放下去煮 为了抽取这个禅师 那用这个来比喻说 众生 他其实是自己因为有无名 有爱的颠倒 所以自己造业 自己受苦果 就像作俭之福一样 那圣人清净智慧力固 分别一切法 本末皆空 想要度众生的缘故 说他所执着的地方 点醒他 不要去执着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等 说你只因为无名的缘故 不了解他的空向 而生五蕴等 不以为他使有 而自作自作 自己做得简 又自己去受苦 若圣人但说空者不能得到 其实了解空以外 当然还要修戒定会等等的 只有空不了解元其法 没有修智慧的因 没有断烦恼 没有厌离老病死 当然也不能够得到 没有断烦恼 没有断烦恼 那边有次之间 还要及过